染疫機師的足跡也曝光了 4月16號前往台北清真寺 而早在2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取消了實聯制登記 導致當天一起參與活動的400人 身份追蹤困難 台北市副市長蔡秉坤坦言 民眾防疫心態鬆懈 而且目前沒有法規 可以強制要求實聯制 只能夠加強宣導 而市長柯文哲則是把球丟給中央 呼籲趕快公布疫苗的到貨時程 否則連施打計畫都沒辦法寫 大門緊閉一片空蕩蕩 台北清真寺傳出有確診者足跡後 從22號起暫停開放一周 雖然緊急關閉消毒清潔 但恐怕已經出現破口 疫情期間進入清真寺 都要戴口罩量體溫 但是台北清真寺 從今年2月開始取消了實聯制登記 引導致4月16號當天 跟3名確診者一同參與活動的400人 現在身份難以追蹤 台北清真寺從去年4月 國內疫情升溫時開始實施實聯制 但考量農曆春節後 疫情趨緩再加上參與的人數變少 就取消 沒想到防疫心態一鬆懈 這回祝馬日 有多達400人與3名確診者 在同個場合 現在身份難掌握 也導致疫調困難 到現在我們進出所有的場館 都還是實聯制的 所以並沒有告訴說 我們可以鬆懈下來 但根據指揮中心秋冬專案 並沒有強制規定要求十二連制 無法可罰 地方政府也無奈 過去我一直沒有施壓給 沒有出來施壓中央 坦白講 中央政府要明確的講出 到底你的疫苗什麼時候可以到 根本沒有辦法去寫那個 打疫苗的計畫 我們目前就有 有20幾萬劑啊 他要加強可以立刻加強 指揮中心給了軟釘子碰兒北市 5月16號將舉行大型的開摘節活動 考量辦在戶外 因此暫時不取消 再報本土個案 也喚起大家的防疫意識 現在被綜合報導